喜欢武侠小说的请举个手 你们都是怎么被圈粉的呀 我呢其实很简单啊 简直羡慕死了小说 或者是连续剧里面大侠们飞檐走壁的青宫了 当然不止我们中国人喜欢 你看老外也是很想修炼出真正的水上飘大法的嘛 所以一颗想要飞的心 真的是能干很多事啊 往虚幻片一点呢 就可以创造出翻墙上树的青宫 可以创造出骑着扫帚的女巫 往现实片一点啊 就可以创造出万米高空的大飞机 可以创造出飞向火星的天吻翼 哎呀 但其实飞行对于很多动物来说呢 只是个雕虫小技啊 比如说水上飘浪 很多鸟类 甚至连星天翁这种体型缩达的鸟类 都是可以正儿八经的在水上跑起来的 然后翅膀稍微扑腾一下呢 就直接上天了 自由的不要不要的啊 所以为什么它们能飞 我们不能 为什么有的生物能飞 有的不能飞 能飞的生物究竟跟掌握自然的造物主交换了什么 而不能飞的生物又给自己留下了那些特别的礼物呢 这本书 你想飞吗 像鸟一样 哎 就解答了一切啊 由前网红科普图物 自私的基因作者 理查德道金斯写作 当中再配上一百余幅这样的全彩杂图 文艺感直接拉满啊 读起来是既轻松又放松 推荐给你